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额美派深月门传承人蒋飞江 这节课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我们岳飞泉 密船 庄公寺密 首先大家听这个名字 岳飞泉 密船 庄公寺密 为什么叫密船 这个不是说我为了要装神弄鬼 这个密船是因为当年在岳飞遇害过后 岳飞的儿子 岳飞的后人 他在传承他父亲的岳飞泉武学的时候 他肯定不敢光明正道地传出来 因为当时都是被朝廷通缉的 被朝廷追杀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岳飞泉的传承过程当中 像我学的这一个流派 就是我师父师爷他们家的家传的武学 那么家传武学 他一般针对于我们都知道外姓人 就是我师父师爷他们家是赵家 在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岳飞的小儿子 然后入罪到了赵家 然后赵家又后来反那个就是胡广田四川的时候就到了重庆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武学其实就是岳飞泉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那么这个家犬他一般都是独外传的 所以说外姓人想跟他学一般也都学不到核心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把这个密传装功给拿出来 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那么我的师父现在年龄也很大了 那么他也不反对我 然后把岳飞泉的这些系统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更多的人来传承 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 这个庄公 庄公系统 庄公呢 我们大家要记住一句话 叫什么呢 练拳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对吧 这个功 有不一定是庄公 这个功呢 有内功 也有庄公 那么我们 之前的课程已经有讲过了 内功 那么内功呢 我们讲一下 内功解决的是武学里面的 什么问题 一说内功都觉得很神秘 首先内功呢 解决的是我们武学里面所谓的内三合 就是心语意合 意语气合 对吧 这些东西 然后所谓的暗镜 就是你看不到 这个人 一出手对方就飞了 我以前 觉得这个也很神秘 因为你看不到他是怎么打人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暗镜 我们正常人 打架 都是 你知道他的身体的运动轨迹 他的运动轨迹很大 那么你就很明显的看不到他的怎么发力的 这个就是明镜 对吧 那么这个暗镜呢 就是 看不到的 当然他有内在的变化啊 比如说 我们 之前讲的拉弓手 拉弓手呢 就是让我们的 胸腔 胸腔就像一个轮胎一样 别人一拳打上来就像打到轮胎上面一样 但是我们要打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就跟那个轮胎放气的时候一样 那个气压是很大的 压枪很大 就把对方一下就可以 打成重伤啊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拉弓手呢 希望大家也要好好学习啊 没有学的 一定要 好好学 拉弓手我们之前讲了 脸气法 就是收脸的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啊 就是练得像轮胎一样啊 像汽车轮胎一样 后面还有呢 他的叫 闭气法 闭气法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 就是开始格斗了 在格斗 格斗的准备的过程当中 你要闭气啊 那么你身上的要害啊 比如说你的咽喉啊 你的痰中穴啊 这些包括肋骨啊 这些地方 要害的地方 你要有 你要会避气法 那么对方打到你身上呢 你才是很安全的啊 再一个就是格斗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换气法 换气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能一直打人 我一直运动 那我肯定会气喘 我的气跟不上怎么办 这是 拉弓手 后面还有两个阶段啊 我们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练 好 现在我们回到装功 我们这节课讲的是装功事命 装功解决的是 武学里面的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外山和 明镜 暗镜 装功解决这三个问题 谢谢大家